沈彩虹,一个命苦但坚强的女人 04年,丈夫因病离世,给她留下了两个智障的女儿 大女儿三岁的时候,患了一场重病,得了脑瘫 从此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而小女儿自出生起,就被诊断为糖氏综合症 这是一种由染色体异常而导致的先天性残疾 患者普遍表现为智力障碍,发育缓慢 基本无生活自理能力 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击,这位普通的母亲 该如何孤独地支撑起这个特殊的家庭呢 沈彩虹的家就在上海一处破败的弄堂里 踏进房间,里面随意摆放的生活杂物 让这个本来就狭小的家更显壁色 给小女儿扎好头发后,她就进去厨房做起了家务 妹妹就在外面数着自己的小饰品 那是她的最爱,有事没事就会给自己打扮一番 满头发卡,看起来滑稽又可笑 姐姐则是安静地跟在妈妈身后 她的情况比这妹妹还要更差一些 虽然已经19岁,但基本毫无生活自理能力 就连穿衣吃饭都需要妈妈的帮助 若不是她得了脑瘫,12岁的妹妹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清晨,沈彩虹张罗着两姐妹吃过饭就要去送妹妹上学了 而姐姐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 沈彩虹来到雇主家里,麻利地干着活 她原先是在一家船厂工作 但因为需要照顾两个女儿,这份工作抽不开身 她只能办理的内退,所以收入就少了一大半 街道知道了沈彩虹的家电状况,就张罗着帮她找到了家政服务的工作 沈彩虹每天要跑三家,相当于终点工 报酬按月结算,大概能有个300多的收入 再加上每个月40块钱的低保 可以很大改善沈彩虹一家的生活 妹妹所在的学校是专门为智障儿童开办的康复机构 她今年三年级,和她同伴的六个小孩也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相对于平常孩子的语书外课程,这里的课程多是玩乐和锻炼自理能力 放学了,尽管离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 但沈彩虹还是不放心女儿的安全,坚持每天亲自接送 自从有了新的工作,召开两个女儿就成了问题 沈彩虹正在考虑把姐姐送给鸡养院抚养 但姐姐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身边 处于心疼和不舍,所以她一直没能下得了决心 如今实在是没有精力照顾两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女儿 迫于现实的压力,沈彩虹再三思虑过后 还是决定把姐姐送去一家条件不错的激养院 第二天,姐姐姐姐夫来看望沈彩虹 还给妹妹带来了一个手机玩具 一家人坐在桌前说说笑笑 妹妹还立志说自己要上大学 到时候会给妈妈买真的手机 饭后沈彩虹亲自给姐姐理了头发 其实白天是一场离别饭 拿着妹妹给姐姐专门留下来的零食 沈彩虹把姐姐送去了寄养院 寄养院的条件还可以 里面有很多和姐姐一样症状的孩子 沈彩虹给姐姐收拾着住处 但还是不放心 一遍遍地嘱咐着工作人员 自己女儿的生活习惯 此时的姐姐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想要跟着妈妈出去 却被拉回了寄养院 日子一天天过去 沈彩虹一边工作 一边辅导妹妹的功课 给丈夫扫过幕后 沈彩虹被一通电话叫到了寄养院 姐姐感冒了 虽然寄养院氛围不错 可以让姐姐更加活泼一点 但毕竟人数众多 护工不可能每个人面面举到 沈彩虹到底心疼 打算辞掉工作好好带女儿 但在家人的劝说下 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决定姐姐在家待一个月 养养病后再送回寄养院 时隔许久 两姐妹终于相见 亲你得不得了 妹妹的学校又举行运动会 老师给她报名了赛跑 这是妹妹最擅长的运动 上年她还取得了名次 沈彩虹知道后 特意买了好吃的给妹妹补身体 虽然这次妹妹没能跑出神迹 但母女俩都没放在心上 继续开心平淡地过着日子 沈彩虹每个月都要去居委会 领取地宝救济 居委会阿姨们 对她的生活状况非常关心 这次她们给她带来了好消息 因为她工作出色 人又踏实和善 又有几户人家 希望能够雇佣她 但沈彩虹谢绝了她们的好意 她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陪女儿 姐姐再次回到家里 妹妹开心地给她泡着饮料 聚少离多让两姐妹更加亲热 对此身在红心里不是不愧疚的 新的一年来到 妹妹升入了四年级 校园里又多了许多新面孔 但幸运的是 随着医疗保健的进步 学校每年的新生人数 在逐渐减少 生活在泪水与欢笑中继续 谁都不知道 这些需要被关爱呵护的孩子的明天 会出现什么样的颜色 但不论生活有多磨难 总会有妈妈牵着他们的手 将凤鱼挡在身后 那些因为父亲缺位而酿成的缺失 都在母亲风雨兼程的爱与呵护当中 得以填补 沈彩虹是一个普通而又伟大的母亲 面对生活的重担 她没有选择将孩子送人或另嫁 而是用坚韧 孤独地支撑起这个特殊的家庭 生活会有很多不幸和伤痛 但生活也教会了我们创造幸福的能力